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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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请看下面经文 丁二二十三页第十二行 丁二无佛出世成就佛轮 他是说地藏菩萨的愿力 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 众生怎么办 所谓没有佛出世就是 没有八项成道的佛 舍都帅 将王公 弃悟苦行学道 八项成道的佛出世 那这个时候呢 世间可能还有佛法身三宝 可是因为呢 众生的邪见很赤胜 我们昨天说过 对不对 很多人呢 很多人呢 都会说 邪见赤胜 归依外道邪师 所以这个时候 地藏菩萨就会发愿 成愿再来 世现比丘身 或者世现因已和身 得度者 既现和身而未说法 然后就会成就佛轮 成就佛轮的意思是指 成就佛的佛形事业 请看幻灯片 悟一 悟着恶事长久分二 悟二欢喜接受其请 悟三替法染衣安坐 悟四横转为妙法轮 先看幻灯片 这是我今天介绍科派 悟五安置一切友情 第一 悟着恶事长久 劫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中 这在阿弥陀经里面讲 众生是很长久的 为什么 因为众恩老师讲一句真话 众生是很见骨头的 造事情 恶业很多 我们常不讲吗 学好要三年 学坏呢 三天 现在更不用三天 三个小时就学坏了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众生障碍这么多 病痛那么多 因为恶业多 我们作为学佛 佛弟子 你就要知道 我每一天 有没有空过生命 就是每一天 我有没有修行 你每天能够读经 修持 禅作 念经念佛 这就是你人生 很殊胜的地方 你不一定要大富大贵 你也不需要 名满天下 就像Michael Jackson 全世界很有名 然后呢 死的时候 也是很痛苦 有名没有用 有钱没有用 可是很奇怪 大家活着的时候 拼命都要赚钱 赚得越多越好 名呢 要名声越来越大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心 都往外去追求 我们不是很清楚 生命到底要做什么 师父也没有想要有名 没有人知道 我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来人间 继续做我该做的事 我曾经写一句记史 叫满心菩提种 骗洒三千界 愿度有缘人 同登无上觉 这是我自己写的诗 我满心菩提种 骗洒三千界 对不对 我也帮助过很多人 对不对 有些人有缘 有些人缘很短 对不对 有些人问题解决了 就不见了 对不对 有问题的时候 师父无事不登三宝殿 好吧 那你就来吧 对不对 我都知道 所以骗洒三千界 就是每一个人 跟善知识的缘 有不同的深浅 一定也是多生多结 同登无上觉 我愿度 一起跟我有缘的众生 去西方结乐世界 那如果是你修其他的法门 要是法门 或弥勒菩萨法门 我也很赞叹你 没有关系 只要是佛的证法 你就好好学 乃至你选南传佛教 你要精进学 好好修到证到阿罗汉国 你是阿罗汉的话 新红法师也会给你鼎礼的 因为你是圣人 所以问题是 你要学释迦摩尼佛的证法 对不对 你在他方世界没关系 将来我们还会见 大家听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对不对 骗共诸佛院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会坐着大宝莲花 全世界 全法界 有缘的众生 我都会去跟你见面的 但是你要先学 自己要心得到自在 这才是佛教伟大的地方 简单地说 再讲得更白一点 你这一生好好的工作 不论在家出家修行 修到你自己要去哪里 你自己可决定 那就恭喜你真正自在了 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自己 哪时候要走 你可以决定也很清楚 我自己要去哪里 这个才叫生死自在 当然生死自在有很多的标准 最好的是开悟 像禅宗一样 不过那不容易 那要多善根 多福德 多姻缘的人 所以在这五着二世里面 最苦最苦是什么 找不到老师教你 你想用功修行 心有余而力不足 障碍很多 有时候你也觉得很孤单 没有同参道友 你觉得周遭的朋友 假假的比较多 真心的朋友很少 对不对 所以发愿进佛国土 去极乐净土 或他方极乐净土 这是诸佛菩萨一个 很重要的大乘法门 第二请看幻灯片 悟二 地藏菩萨乃至于诸佛菩萨的化身 因为众生五着二世很苦 所以他就欢喜 接受众生的齐寝 讲经说法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就是 假如他因言成熟 就会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视线自己剃度头发 然后穿上佛的身衣 然后安坐在金刚宝座上 最后他要做什么呢 为一切众生 昼夜不疲的讲经说法 横转为妙的法轮 为什么要讲法 因为法才会让你开悟 你若真的不了解佛法 你心中总是很多的迷惑的 修行静静退退 然后遇到了一些人 东说西说 你就放弃了你的佛法 遇到了外道徒 你也可能变成其他教徒 所以在轮回里面 大家做过在家出家 老师跟你讲 在轮回里面 大家也做过佛教徒 你也做过外道徒 你看佛度的十大地址里面 有很多都是外道 就是因为外道 甚至是想修行 找不到老师 等到佛成佛的时候 他就拜释迦摩尼佛为老师 所以注意听 也不要轻易的轻视 以贯道道教或其他宗教的人 他哪一世遇到了佛法 搞不好勇猛精进的时候 他会比你先成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虽然你看到他现在是基督徒 天主教徒 他修得很好 他升到天上 如果有一天他遇到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为他说法的时候 可能他就比你先成佛了 所以你不要轻视任何的众生 最后悟悟 安置一切友情都真正能够正到不退转 好 现在请看经文 几一 烦恼无量 二十三页第十四行 请看经文 释迦摩尼佛对地藏菩萨跟与会大众说 善男子如是杂染 非常混乱 而且染灼的五灼恶事里面 所喝佛土 在这个佛土里面 所喝佛土是指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空无佛食 其中所有一切的众生 常常为心中的随眠缠垢 请看幻灯片 随就是随顺你的习气 眠就是每天都要睡觉 多一个人不可以不睡觉 可是有些人睡了七个小时 跟八个小时还在睡 每天就呼呼大睡 对不对 蝉是什么 你蝉垢就是蝉宝宝 各位有看过蝉吗 蝴蝶或者蝉宝宝 蝉宝宝没有做蝴蝶之前 它会吐蝉丝 蝉丝就会一直卷 这叫蝉 蝉浮 请问蝉宝宝你知道 当时间成舌头 你有发现蝉宝宝是自己剪开 还是别人帮它剪开 对 大部分是自己剪开 因为你提早帮它剪开的话 它会死掉 它就是一直在里面休息 从小的蝉慢慢面面面 变成成熟的蝉 成熟的蝉最后 它会用自己的嘴巴的两个牙 刀子一样 就把蝉给剪掉 这个屁育是什么 自己的烦恼要靠自己解决 别人帮你 师父欠你 只是鼓励你 如果你不愿意改的话 你还是很苦的 所以修行最后还是要靠自己 蝉浮 蝉垢 就是我们心中这个贪嗔之烦恼 像污垢一样 把我们给缠起来 接下来再看 自己烦恼很多 接下来就什么 看别人就不顺眼 自军他军 脑骸轻破 这里的自军搭军 注意听 虽然在事项上是指军队 其实最重要是讲 自己跟别人的对立 你看人不顺俭的时候 你就变成敌人 现在年轻人常常会说一句话 要么我们两个就是朋友 要么我们两个是敌人 我给你来看 这个思考模式叫做 要么就是零 要么就是一百 要么就是好人 要么是坏人 其实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好人 也做过坏人 那我问你 零跟一百 中间还不是有十 二十 三十到九十吗 对不对 所以没有一个纯善的人 也没有一个纯恶的人 所以我们当讲 要么我们是朋友 要么我们是敌人 这样的人太武断了 对不对 那你呢是什么 自己跟别人的对立很强 你的利益受到冲突的时候呢 你就会脑海逼迫 你就会先报复别人 伤害别人 因为你想让自己得到安全 接下来 愁忧恼乱 鱼民不安 你常常心中会忧愁 因为为什么 你会担心你的敌人来害你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忧郁症 忧郁症 其实忧郁症在你的心 忧郁症也有深的 中的还有浅的 心要强一点 没有什么叫做忧郁症 其实是在你的心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商业精神也有位联友 他以前也是有忧郁症 多年前 他来见师父 他的先生呢 带来见师父 第一句话 那时候我在佛罗教育基金会奖金 第一句话呢 他就问 因为他先生是很虔诚的 从大专时代就学佛 学佛呢 然后呢 就清静啊 成天禅士 成天禅士 参云老和尚 或是广京老和尚 他是很精进地学佛的 然后呢 他太太就是工作压力很大 所以第一次 他带来我太太来看我的时候 他太太也很紧张 然后他就合掌问 师父 请问我旁边有没有 我说有什么 我说我旁边有没有那个 那个 他也不好意思讲 我说哪个 哪个 其实就问我旁边有没有鬼 我说你心 你旁边根本没有鬼 他说师父 我觉得有耶 我说没有 有的话我会告诉你 然后我就反问他 是女鬼还是男鬼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答案根本没有鬼 是你心中胡思乱想太多了 知道吗 想太多了 知道吗 忧郁症呢 其实很多东西啊 是猜想的 举一个例子 我插播一下 后来他就问我 师父 那我有很多困难 烦恼很多 我就去跟他念普仙行愿品 后来他很难得 作为了学生 然后呢 我就带他去 菩提加爷朝圣 也去尼泊尔 他一用功 勇猛精精 一年啊 就每天啊 每个礼拜都来上课共修 他现在非常快乐 你现在看到的短片 就是他做的 我教他 我看我可以得奥斯卡金像奖 导演奖吧 他是最佳剪接奖 对啊 你看他完全不懂 他呢 我们去朝圣 他拍了很多照片 有一天呢 他放音乐给我看 我说很好啊 那我就跟他讲 你既然会 那师父来教你 做短片好不好 他就回去做 你看他每天 法喜充满 上完班 下来上课 上完课回家呢 周末来做义工 然后呢 为佛堂做事 他见过很多的上师 白教的大宝法王 明珠仁波切 贡高仁波切 席都仁波切 所有伟大的上师 卡路仁波切 他都能借过啊 哪有什么忧郁症呢 忧郁症呢 是在你的心 所以要 positive thinking 要鼓励他 知道吗 举个例子 真正有忧郁症的 看这里 师父拿一杯水 给他喝 他会说什么 师父有毒 你刚才转了一下 你不知道放什么东西 在里面 你看 师父倒一杯水 给他 他都会猜 里面是有毒的 为什么 因为恐惧心 是从内心里来的 这里讲 经文讲 愁忧恼乱 愚民不安 你的心觉得 很恐惧不安 怎么办呢 点灯 诵经 与念佛 跟念咒 要修 才会改变 当然 有些忧郁症 很重的人 师父没有否定 世间的心理学医生 也可以帮他 也可以带他 去看医生 师父以前 没有出家之前 我也学过心理学 心理学 真的有用 对不对 你带他去看医生 从开始身体 调养 心理调养 再来佛法 给他希望 这样慢慢 慢慢 就会改 也不要急 因为每一个人 忧郁症的业 是不同的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从2003年到现在 对不对 有时候我学生问我 师父 新加坡好玩吗 我说我哪有去玩啊 我几乎去闭关的 早上呢 打坐 对不对 诵经 然后呢 我做powerpoint 下午师父会课 晚上呢 讲完经 讲完经 我就做快乐的猪啦 睡觉 第二天 因为快乐的猪 第二天才能够做快乐的菩萨 对不对 所以 心的力量要很大 不要呢 假如我从2003年到现在 我都听了这么多人呢 每一个人都念经给我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师父真的很高兴 我能够帮助很多人 鼓励他 对不对 动不动就哭了 light tissue paper 对 我花掉很多卫生纸 都是大会供养的 对不对 好 现在有个问题 假如你觉得一点点事情就 哎呀 我头痛了 哎呀 我忧郁症了 那我告诉你 第一个得忧郁症的是心红尸 心要勇敢一点 要做勇敢的菩萨 天底下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永远不要放弃 所以心要坚强一点 光明一点 所以 假如你亲朋好友里面 常常有自闭症 忧郁症 然后不愿意理人 对 要打开世界 对不对 打开他的世界 然后带他出来走走 陪他去看看电影 陪他去做他欢喜的事 不要做坏事 慢慢慢慢慢慢的 然后他就会接受佛法 好 接下来再看 众生因为烦恼无量 所以动不动就会猜忌 起无量种的执着 断见常见 我昨天讲过 斗诵为真 互相彼此轻视 而且看不起别人 心中起了很多的贪嗔痴烦恼 动不动呢 讲谄媚的话 狂妄的话 或是说谎的语言 接下来再看第二段 己恶归一向外道 请看经文 所以有些众生 善根比较不足了 他动一动 很容易到外道去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外道比较有感应 比较快速 人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常常都会找原因 我刚才讲 祸叶苦 祸叶苦 我讲过 譬如说 你今天突然发生了癌症了 那你一定会思想 为什么 没错 你都想要找答案 可是你多读一些经论 你就会找到答案 为什么呢 今天大会结束 全部结束的时候 因为手上大家要点灯 所以师父决定 在你出观济念佛堂门口的时候 我们会供养你一套 食善业道经 还有讲义 请拿一套来 然后呢 目的就是让你回去听 佛讲的食善业道 佛讲得很清楚 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离不开因缘果报 你今天我有相貌很好 你一定过去中的因 你今天呢 遇到很多障碍 过去也有很多的恶缘 举一个例子好了 师父从小 读书的时候 好 食善业道经 送给大家 这个也要谢谢 以前我在这个 巴旦岛讲经 全程的录影 然后也有很好的讲义 中阴对照本 我做这个也做了一个月 所以你要想 师父也是在中阴啊 小的时候呢 我不太懂 小时候我读书的时候 从小学 然后国中 我走到哪里全校都遇到最好的老师教我 我读书都是全班第一名毕业 所以我还有一点点善根 不会很笨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为什么我走到全校都遇到最好的老师教我 因为我过去也是老师 我过去是也是法师 我过去是也像现在一样 每天会课 不疲不厌的帮助人 所以我出生的时候 我读化学跟物理或英文 都遇到全校最好的老师教我 我很感恩 一直到现在老师呢 我都还有联络 对不对 你要想 什么东西都是要靠自己种的因 你看到别人 我们人常常看到别人 为什么他有 我没有 你应该想 因为他修你不修啊 修行的修 不是羞耻的修 因为中国有同音症 我刚刚看到你的反应 嗯 这样子 因为他用功重修持的因 举个例子好了 有些人在同门师兄弟下 真的好的善知识是平等心的 可是凡夫都是这样 哎呀 我觉得 师父就是特别疼他 他就是不疼我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就是跟他冤亲在主这么深 这是你没有平等心 我的学生我也讲过 我对任何一个人都很关心 所以我发结缘品的时候 一定全部人都会有 我不会想 来 偷偷来 给你一个 你 我给你两个 那这样会起嫉妒心 我不做这种事 要发结缘品就全部的人都有 没有就没有 作为善知识 当老师要有平等心 你在学校教书也是这样 好 那你会觉得 那个人跟师父有缘 为什么 你仔细观察 那个学生对老师非常恭敬 所以他走到哪里 老师都喜欢他 他按照老师教的佛法 很认真的去做 所以你不要常常有嫉妒心 对听 Jealousy can destroy everything 嫉妒是佛门里面 同门师兄弟最大的烦恼 我常常也会看到 连有这样 脆脆念 脆脆念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你应该讲 因为他羞耻 我没有中这个善因 举一个例子 平常如果住念团 你愿意跟人家做 你做得到 无所求的帮人家诵经念佛 你会发现 当你需要住念的时候 很多连有就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中善因 那也有连有会抱怨 奇怪我家婆往生 怎么都没有人来念呢 因为你平常也不跟人家念 这叫现实的因果报应 了解吗 有人会觉得说 哎呀 为什么这个人呢 朋友很多 因为他很慈悲 他关心别人 所以当然人缘好 我再讲个笑话 有一次我去拘卵 讲金 讲完以后 我叫连有载我去 你知道吗 我去哪里呢 我去shopping mall 我去看看 有些东西呢 以后我就不用从台湾带来 大包小包 我每次出门就像 maha gala一样 六臂maha gala 这是要给上司的 这是给学生的 这个给同修的 这个给护法会的 其实我自己的东西很少 对不对 好 那有一天呢 我去拘卵的时候 讲完金以后 我就去 谢谢 我去拘卵的时候呢 我就去这个 shopping 买东西 买完东西以后回来呢 第二天我就叫居士 突然有个女技师跟我说 青红师啊 你怎么像女人一样 这么爱shopping啊 我愣了一下 然后她讲完以后 说 师父对不起 阿弥陀佛 然后我就看着她 你想说什么 她说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为什么怎么想shopping 我说对呀 因为我人缘比你好啊 你知道我shopping是做什么 我买的是 这个要买给供养我上司的 这个我是要买 也供养大宝法王的 这个是我要供养西藏拉玛的 我呢 自己只是买冰淇淋跟巧克力而已 因为太热了 所以你不要看人家的表面 心才是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对不起啊 所以下次你在shopping mall 看到我应该很高兴 师父 Nice to see you again 你不要问了 师父你怎么在这里 那我也会问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我在家里念普贤行愿品啊 我都念完了才来 你怎么 你有没有念呢 是不是 所以心中啊 要有正法 心中的念头不一样 这个很重要 念念要想到你的老师 念念要想到上师 念念要想到佛菩萨 念念也想到你旁边 跟你有缘的众生啊 是不是 好 请看下面 几二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要听 十善夜道经 那对不起大会有限 所以一人只拿一套 我同意你可以用自己copy 给你的亲朋好友 一不可以有版权 二不可以贩卖 讲义你不用经过我 你也可以硬 希望大家可以 广为跟你的朋友 不管学南传北传藏传 都要从十善夜道经学起 纵使学金刚秤 也要学大秤佛法 十善夜道经 这是非常基础的 也是很重要的 好 请看 几二 归向外道 具足十种不善夜道 执着着友情 而且分恼的世界呢 就造了很多种种的烦恼疾病 而且呢 众生常常没有正法眼障 看到众生都非常的愤怒 彼此非常的称恨 心中常常被烦恼像火烧一样很痛苦 常不思维真实正法 真正你劝他好好修行的时候呢 他却不太相信你讲的正法 所以有时候呢 你劝佛友 或是要叫他学正法 我告诉你 你可以劝他一次 两次 三次 假如三次他都不听的话 你就不要讲 没有关系 点灯念经回向给他 其实老实说 每一个人都很难度 你自己都很固执的 你何况说 你讲给佛友听的时候 有些佛友 因缘不成熟的时候 他是也不一定会接受你的建议 希望那时候你不要难过 也不要放弃 请看下面 众生常常放弃了正法的甘露法味 常常人家做到善行 你就会毁谤 酸葡萄的心底 然后呢 缺乏呢 你自己心中想要的东西 而且呢 喜乐呢 这个滋味常常酸甜苦辣 变化很多 所以你的心中 从早到哪 虽然呢 作为一个人 可是你心中总是充满了种种的烦恼 而且 那烦恼呢 就像罗网 像蜘蛛网一样 盖住你的心 最后 因为你只要不到答案 所以你只好享用特殊管道 什么叫特殊管道 请看幻灯片 是不是也打下来 皈依六种外道邪师 佛印度在世的时候 有六种外道邪师 简单的说 就是呢 有些是讲神通的 有些是讲感应的 有些是呢 叫你拜火的 拜火教 有些呢 叫你呢 要修苦行 这些六种外道邪师啊 他们都有他们的方法 可是从佛的角度来讲 他们都不究竟 还在轮回礼仪 印度人 比较容易接受佛教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华人跟印度人文化不一样 印度人啊 从小出生啊 他都想修行 所以印度人 从小冥想 就是禅坐 所以印度的很多瑜伽 是在定中啊 的确可以看到六道轮回图 他真的看到天上 他也知道有人间 他有阿修罗 甚至他坐在里禅坐 他就看到有地狱 恶鬼畜生 六道轮回呢 在印度的这个 瑜伽式里面 瑜伽式啊 他就看到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 为什么天上的人啊 天王享受完了以后 掉下来就变人间的牛 地狱里面呢 一头牛啊 将来死了以后 竟然变天 然后呢 有些鬼呢 然后呢 就死了以后 投胎做人 这些原因是什么 他不知道 可是释迦摩尼佛 是一切智者 他对于过去 现在 未来 每一个众生的 因缘果报 都知道 为什么佛知道 佛修来的智慧 所以他们只好去请教佛陀 为什么 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疑惑 佛就会为他说法 所以 最后这些外道呢 也拜佛陀 做老师 而按照佛教的道理 八正道 四正情 十二因缘 六度跟十地 最后作为佛的圣弟子 所以下面经文讲 因为你想要找到答案 很不幸的 你就又找到一些外道邪师 结果最后 你相信那些 神通 感应 灵媒 三世因果 最后你就会放弃 你所学的佛法 迷失圣道 向道 三恶道里去 所以为什么佛弟子说 作为三归一的佛弟子 最好 对外道要礼敬 但是不要常常亲近外道 这是很重要的 你现在还没有功德力 你也不怕你没有度外道众生的机会 将来你成佛的时候 你就能够降服外道 可是现在我们呢 要有智慧去选择 去选择 你要清净善之士 要远离恶之士 清净善友 而远离恶友 好 接下来给各位看 讲到三恶道 今天我还有一段很精彩的 要介绍中国大陆的四川 崇敬大厨石窟 请专心看 好 那中国大陆地大无博 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法 也是非常兴盛 现在呢 就是从文革以后开放呢 其实中国大陆呢 现在观光呢 是非常的方便 那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佛法也慢慢的兴盛 师父也祝愿 中国佛法能兴盛 世界能够太平 所以有一次我去了五台山 接下来我去了峨眉山 就到乐山大佛 去峨眉山 峨眉山出来以后 我们就去了四川重庆大竹石窟 注意听 我拍了很多跟这段经文有关的 先看 它是宝鼎山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由赵博初会长 而这个提的字 赵博初老居士是很了不起 他现在已经往生了 他是在文化大革命 或历史因素的时候 他视线一个在家大居士身 护持了全中国大陆的佛教 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师父也非常赞叹他 虽然我没有见过 接下来你看 地藏王菩萨 在你左手边 石窟用石雕 雕地藏菩萨 看起来像观音 其实这尊是地藏 为什么 他左手拿着摩尼宝珠 是地藏菩萨的石雕 也就在大竹石窟里面 是用石头 整个石头磕进去的 你看那是要多大的愿力 不相信你试试看 自己去买一个石头 磕一个小乌龟 看你磕得久吗 或是你磕一个地藏菩萨 看你会磕吗 很难的 他这个要很大的愿力 还要有技巧 然后先凿进去 然后再带磨 而且以前人做石雕的人 要栽戒沐浴 要诵经念佛才开始做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左边是地藏菩萨 接下来再看六道轮回图 这个你看过 师父放过这一张 所以六道轮回 然后中间是一个佛 代表你六道轮回 不管在哪一道 你的佛性都没有消失 上面很凶的那个 看起来像鬼王一样 其实那个是代表自己的我值 好 接下来看 那重庆六道轮回图的 左右两边会有天龙八部 所以天龙八部是真的 天龙八部呢 他也有神通 你动什么念头 他都知道 举个例子像漫画术一样 你坐在这边 你念佛的时候 头上放金光 天龙八部也知道 你现在在念佛 你打一个妄想 他也知道 不过因为你是 如理如法的圣弟子 他也不敢轻视你 因为他曾在佛前 发愿要护持修行人 所以天龙八部 都会护念你的 不论在家出家 真正修行的人 就算你不小心 犯了戒或造了恶业 你若还会忏悔 天龙八部也会护持你 因为他知道 没有成佛之前 每一个人都造过错 造过很多恶业 但是你只要改过 继续修行 天龙八部会护持你 接下来再看 地藏菩萨与十殿阎罗王 非常庄严 上面一层是十方佛 第二层左右两边 是十殿阎罗王 中间是地藏菩萨 待会给你看 这个地藏菩萨造型很特别 再看 长点有点像观世音菩萨 中间这样 接个手印 上品说法 左边他是拿着一个摩尼珠 在这张图片里注意一下 左要下角 待会我要介绍 地藏菩萨我们看到的右手边 是他的左手边 现在我们图片的右手边 下面就是穆连尊者 拿西藏 左边叫闽宫长者 一个出家 一个在家 代表地藏菩萨 在家出家 他都度 平等心 当然地藏菩萨 在无量节 无量节 会在我们这个视线成佛 成佛的时候 他也有他的眷属 就像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佛二菩萨 可是现在在阴地里面 生生世世跟他一起修行的呢 右边是穆见连尊者 左边叫闽宫长者 这个在中国就非常的提倡 早期你看地藏菩萨 旁边是没有两个的 后来在明朝以后 就开始会雕出穆连尊者 因为大家都知道 牧连旧母的故事 对不对 听说新加坡再过一阵子 就要演牧连旧母 对不对 好 希望你们去看吧 然后呢 左边是闽宫长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石雕里面呢 地藏菩萨呢 他一截手印 身上是放光的 好 再看下面 地藏菩萨 当释迦牟尼佛讲 地藏经 或讲大乘大吉十轮经的时候 天上的所有的天众 也飞到佛陀的坐前 来听闻佛法 这个就是天上的很多天 事实上天上有二十八成天 然后呢 也有三十三天 所以他就挑 这个壁画是非常长啊 所以呢 师父只挑其中的一段拍 刻得最好的 所有天上的天众 不管是男众女众 天上的天人呢 都有神通 而且他有功德力 都会拿着香花灯果竹 来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 同时供养世尊跟地藏菩萨 所以这个是叫天众文法图 接下来你看 地藏经讲的 简单讲就是孝道 三善道 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这个人呢 他非常的孝顺 用菜篮 我们卖菜的时候 古人要用篮子 他爸爸妈妈都很老 老到都走不动 所以这个孝顺的孝子 出门的时候 都把妈妈跟爸爸 一个放右边 一个放左边 带他出去 你看看 非常的孝顺 所以这个图像的上面 他就画一个地藏菩萨 放光加持他 这叫做孝顺图 接下来看 造恶图 对不对 人间的众生有杀到阴望久 所以下面你又可以看到一个鬼王 鞭打一个人 另外有一个呢 像博子囚犯一样 然后呢 他就把他套牢 被官府审判 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接下来再看 好 回答你的问题 当你送地藏经的时候 常常会感觉 地藏菩萨 还有无独鬼王 很多天龙八部 都会来护法 你会感受到 有名界众生 没关系 这是正常的 这是地藏菩萨的加持 好 那注意听 当度鬼的时候 有时候呢 佛菩萨会现庄严相 像观音跟地藏 会现万丈金色的光芒 那鬼呢 看到哇 金色的 他就会生欢喜心 第二种呢 有些众生 其实也很怕光 所以你变呢 这个鬼的时候啊 那光太强的时候呢 他会吓到 所以有些众生 佛菩萨会观音源 指好什么呢 变成跟他一样 是鬼王身 在他旁边 靠近你 所以你才能鼓励他 就像举个例子 人间的众生 假如佛菩萨来度 你要度女众 因于女生得度者 既献女生而为说法 对不对 他一定献女众来照顾你啊 鼓励你 他要像一个太帅的男生来 那会被人家误会的啊 是不是呢 是不是 搞不好你也会打妄想的啊 是不是 所以要度男众生 他一定也是献男居士生 好 注意听 所以菩萨也献鬼王身 请看观音菩萨的画现 马头明王 马头明王在东密跟藏密里 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大乘佛法里比较少找 可是在所谓的 重庆大竹石窟里面 就可以看到 佛菩萨也会献愤怒像 第二个请看 金刚守菩萨的画现 金刚守菩萨就是西方 大势至菩萨的画身 画现为慈世明王 你看他非常的凶猛 拿金刚柱 对不对 然后多面的獠牙 可是他头底上会有一尊 慈悲的菩萨 就是金刚守菩萨 接下来再看 释迦牟尼佛也会画现 最凶猛最凶猛的东密 叫做大会基金刚 大会基金刚是护法 也是本尊 实际上它也是 释迦牟尼佛画现的 在修东密的体系里面 很多人就必修大会基金刚 其实大会基金刚 在哪里有呢 在我们的愣言神咒 愣言经里面也有 而是释迦牟尼佛念愣言神咒 化身无量无边的天龙八部 金刚有金刚护法菩萨 就是大会基金刚 所以由此你可以知道 从雕像里可以知道 佛菩萨不是画现说 只有你想的 都是庄严的金色的 当然佛菩萨也会画现这个像 可是度那些刚强难化的 地狱恶鬼畜生 有时候佛菩萨必须呢 画现比他更为凶猛的样子 才能够降服他 好 所以各位有机会到中国大陆 四川重庆的时候 不要忘了要去看 这个乐山大佛 还有这个大足石窟 大足石窟非常大 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时间很短 不过他们很慈悲 还是给我们看 看到最后一秒钟 门关了 才谢谢我们 我们也谢谢他们 所以大足石窟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接下来请看 二十三页二十二行 悟二 欢喜接受其请分二 这个二请改一下 对不起 打坐打坐字 应该叫分三 请看翻概二十四 请看一九直得本 好 在五着二世 没有佛出世的这个地方呢 众生常常是很苦的 所以地藏菩萨或诸佛 或是释迦摩尼佛 就会化现为善之士 第一个 欢喜接受众生的其请 那为什么其请呢 虽然说这个世界 造恶的众生很多 但是不要小看 造善的众生还是很多 所以你看小朋友里面 现代就像M型社会一样 师父也有观察到 有些小朋友从小就很乖 来佛堂 上佛学班 看到师父很精进 很虔诚 也很善良 很好 他也是多生多节修的 有些小朋友 哎呀 真是像小鬼一般 小鬼难缠 哎呀 真的很难管的 那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来投胎的时候 世界不一样 有些小孩注意听 是从天上来投胎的 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 就很有福报 长得圆圆的 耳朵大大的 大家都喜欢看到他 对不对 这是有福报 可是告诉你真话 有些小朋友 也可能是过去从畜生到 动物来投胎的 也有从地狱 恶鬼出生来投胎的 有 六道轮回吗 一定有 所以有些小朋友 你会觉得 奇怪 他就像只猴子一样 活蹦乱跳啊 跳来跳去 对呀 假如你有神通一看的话 其实他过去就是猴子来投胎的 猴性难改啊 所以过动儿里面 有些也是这样 这是真的 是不是不是开玩笑 佛经里面 看的智慧眼光是不一样 所以在小朋友里面 也有友善根的 心很好 但是你有发现 有些也是真的恶习性 劝了 打了 骂了 都很难改 所以要慢慢来 所以佛法讲 还是要自己多精进 请看 己一 久直 得本 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 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摩赫萨 已于过去 亲近供养过 无量无边的诸佛 已进入诸佛所说的 戒定会功德大海 也安住在诸佛所教的 各种六度波罗蜜实地 乃至于大乘菩发 所修行的道路当中 所以共同来集会 来到我 释迦摩尼佛的 处所听我讲 地藏法门的书圣 这是这一段 接下来看 几二同身齐寝 那这些菩萨共同 来了以后做什么呢 齐寝释迦摩尼佛说 你过去已经修过 无量的布施 调福 静极静 施罗精静勇猛 其实它就是指布施 持戒忍入精静等 六度波罗蜜 赞叹摩尼佛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一切的功德 你都圆满具足 而且你是所有的 唯妙福德 方便跟大慈悲 等各种功德 都已经共同庄严而圆满 大功德的宝藏 你都圆满具足了 而且呢 释迦摩尼佛 跟一切诸佛一样 他有具入甚深的禅定 所以经文说 释一切定 而且总一切法 持一切意 叫总持陀罗尼 他的心非常的安详宁静 而且修安忍 心如如不动 安住在各种实地 这里的诸地你可以写 是华言经讲实地的功德 圆满一切的功德呢 就像功德大海 而且他的相貌呢 是非常的庄严 没有残取 没有狂乱 身色非常的广大 相好庄严 柔和忍辱的功德 让他得到 相好庄严的果报 接下来 复制 他不用依靠 别的其他的方法 因为他生生世世 都已经修学 诸佛的正道 所以他不会依靠 其他的邪魔外道去修 身生世世有菩提心 然后呢 一切的这个 智慧的 智 一切呢 智慧的大海啊 他都已经就近圆满了 好 请看一下 幻灯片 同身其请 这在西藏的壁画里面 你看 他呢 所有的天人 拿各种传方宝盖 来向佛 其请 所以西藏的壁画 有些是非常画的 非常非常的好 这就是同身其请 其请他什么 他将来会做佛 而且要为众生 讲经说法 请看下面 己三当得做佛 既然 赞叹 释迦摩尼佛 成就最殊胜的 美妙的容色 能为一切的声闻 独绝 做广大的导师 也能安慰一切呢 在生死轮回里面 常常会有恐怖的 这些众生 做什么呢 做他的亲朋好友 接下来 他大慈悲的功德呢 有无量的功德 有无量的庄严 所以旁边呢 有很多很多的 如来也围绕 这里呢 列了几个 其他佛世界的 如来的名号 请看 叫做 是 杰若加孙陀如来 杰若加摩尼陀如来 加摩尼如来 还有 加摄波如来 加摄如来呢 就是前一尊佛 释迦摩尼佛的前一尊 叫加摄佛 那他这些呢 都已经成佛了 是一切诸佛的 真正的真心的心子 所以叫父之真子 而且呢 贤结当中 有一千尊佛会出世 与此世界当得作佛 所以在所有佛出世的时候 地藏菩萨 会带一切 他所度的菩萨摩合萨 都作为 佛的好弟子 所以叫地藏菩萨 是一切菩萨摩合萨里面 最为殊胜的一个 好的班长 或是领导者 或是学长 所以叫为最为上手 贤结有千佛 大家知道 释迦摩尼佛 下面一尊是弥勒菩萨 下面弥勒菩萨 完了以后 再下尊 第六尊 狮子吼佛 就是谁 你知道吗 十七世 鸽巴 就是狮子吼佛 所以他会 当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 鸽巴也会亲自现身 做他的弟子 然后弥勒菩萨 会为鸽巴授记 他会下一尊 第六尊佛 娑婆世界 狮子吼佛 所以修行都是无量节的 不是靠仪式 你前面一尊佛 见到了 再讲一句 观音菩萨讲的 普门品 世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我们修行也不是 清净一个善知识 你会清净很多的善知识 你也会在很多的 诸佛坐下 继续修行 广修供养 因为你继续修行 继续修行的时候 贤结千佛 你就会遇得到 注意听 若修地藏法门的也是 所有一切的佛 你也会见得到 这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力 好 接下来 悟三 替法染一安坐 不管是讲 释迦摩尼佛 或是地藏菩萨 成愿再来 或是过去诸佛 他一定要视线 就是出家 替法染一 请看 替法染一安坐分二 己一 身披法一 他以各种种种的功德 种种的妙香 先洗澡 那洗澡的水叫什么呢 请看幻灯片 薰舍摩他 薰舍摩他 皮婆舍那 这两种功德的清净之水 舍摩他就是呢 Samatha 就是止的意思 南传也有修止 Samatha 皮婆舍那 叫Vipassayana 就是观 也就是说 他洗澡的水 是以止跟观 这两种来熏修的功德力 他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 是戒定慧的清净功德水 而且他自己栽戒沐浴以后 就会穿上呢 惭愧衣 惭愧衣就是呢 普通的衣服 不会很豪华的 但是呢 他会呢 戴上宝冠 请看幻灯片 师傅用颜色变化 济中的宝冠 这个宝冠代表什么 清净法界 他能够了解清净法界的功德 这个宝珠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 宝珠里面呢 还有各种宝冠装饰着佛的功德 接下来 广大花曼 他会带花曼 脖子上带花曼 或头上带花曼 都有 这花曼代表意思嘛 所行的境界广大无边 第三个 树庙树 树庙树裂 所以他会戴壁穿 手环 戒指 还有很多庄严的身上 这个代表什么 树呢 代表你可以收缩你的烦恼 树以解脱 就是收缩你的身心 而从烦恼中得到解脱 所以换句话说 他身上戴的这些法衣啊 或是各种装饰 都有佛法的象征意义 请看下一张照片 释迦摩尼佛 看这里 西藏的壁画 当他骑着马 离开自己王城的时候 到外面 他看到了一个佛塔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给剪掉 天人呢 就送来了各种宝冠 供养他 也有天人来供养他袈裟 然后呢 他就自己皮袈裟了 所以他就成为 真正的出家修行人 当然这个是佛陀 注意听 佛陀是因为 作曲的功德 他只是来演一场戏的 可是呢 你现在如果出家的话 要跟师父 你不能说自己去生徒买一套 来我剃头 我就是和尚 答案是没有的 你只是呢 不是搬家 不是出家 那叫搬家 你只是换衣服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呢 有一个戏剧叫做变脸 大家知道吗 一下变脸 对不对 你那个叫变装 出家要按师父 在佛前发愿 受遗轨 可是释迦牟尼佛不同 释迦牟尼佛他是 多生多结就成佛了 他没有来之前 他是道立天宫啊 对不对 兜率内院里面的上会菩萨 他是来表演的 所以他自己替法染衣 身披法服 表示说他的心真正走向 为了利益众生成佛的大道 好 接下来再看下一段 几二 富金刚座 又以种种一切的智慧 还有一切智智 上次说过 是根本智跟厚德智 无声乏人的种种功德 这个功德成为庄严的珍宝 自己庄严慈悲喜舍 也利益一切的众生 慈悲喜舍 以为宝女 接下来他能够呢 覆盖三界的所有一个 界定会的三种庙行 圆满所有的圣衣 而这位功德呢 变成所谓的散盖 所以这里的散盖 代表你有界定会的功德 成为三界当中的领导者 接下来呢 他就会到古佛先处所共同 护持跟修行的金刚宝座 也就是菩提家耶的宝座 去入一切声闻跟独觉 所恭敬护持 修什么呢 修四种念著 做过去先佛所做过的宝座 同样精进的修行 最后就正得 无上正等正觉菩提 最后得到一切种制的果位 这些并不难 但是他的经文是翻得很详细的 好 接下来你看佛降魔 释迦摩尼佛降魔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坐在金刚宝座 第一个来降魔的是什么 妖女 对不对 天上三个女生 对不对 很诱惑的恶娜装置 穿得很透明的来诱惑佛 这代表什么呢 佛第一个降服了贪心 淫欲心 对不对 这个妖女是天人送来的 天魔送来的 三个恶娜多姿 佛说你觉得你很漂亮 事实上以我的眼光看 你就是一个骷髅头 所以佛一放光 这三个女生就看到自己的骷髅 一声就不见了 就走了 再美的女孩就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佛代表降这个贪心 接下来魔王非常的生气 看这里第二章 魔王就开出所有的魔 拉出各种弓箭宝座 要设释迦摩尼佛 各种很可怕的 你看 看这张图旁边的 很多各种奇怪怪的獠牙 射出所有的宝剑 想伤害佛 结果佛一刹那进入慈悲三昧 所有射剑的呢 通通变成莲花 这代表什么 降服 称心 贪嗔的称 佛是多生多节都修 可是最后一关的时候 佛还是要降服贪嗔之的 好 这个时候呢 假如你去看小佛佛 Little Buddha里面 释迦摩尼佛就宁静了 对不对 这时候魔王啊 他太可怕了 因为他觉得派女生去 佛也不动心 派我这些呢 所有的大军队啊 去也对佛没有办法 那我自己出动吧 就这时候呢 他就跑到释迦摩尼佛面前 抓着佛洛的手 我就是西达多太子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现在跑不掉了吧 佛笑一笑说 根本就没有一个我 你是不能控制我的 因为我已经正入了 无我法 你只是我的影子而已 影子也了不可得 所以魔王那一刹就 啊 就走了 为什么 因为佛正入了空性 所以第三段是代表 降服 吃心 鱼吃的吃 所以佛降魔的时候 他还是有经过三个阶段 然后这时候呢 所有的降魔以后呢 佛就入禅地 夜赌明星 在菩提家也 佛就正式证悟了 证悟以后 一刹那呢 所有廉池海会的 华言会上的菩萨 通通现前 就开始放光 然后拿这个各种法罗 来赞叹 释迦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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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后终于成佛了 所以所有诸佛菩萨 放光照释迦牟尼佛 所有的菩萨呢 通通拿香花灯果煮 来供养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呢 我第一次看到这的时候 非常精彩 我流眼泪了 为什么 因为淘汰率太高了 所有人都被刷掉了 要成佛真的很难很难的 好 现在再来一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 也要面对贪嗔痴 请问 贪心见钱的时候 你能够调服自己吗 不太容易的 对不对 称心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能够忍入吗 对不对 人家故意捉弄你 讲你佛法不对的时候 你有没有智慧去判断呢 假如连这个生活的贪嗔痴 你都不能调服 听好 那就很难成佛的 所以佛就是在阴地里 生生世世 碰到任何的境界 他都要调服自己的贪嗔痴 所以最后佛才会有降魔印 所以当佛手掌这样放下来的时候 山壳大地六遍震动 他说大地作为我的证明者 他就成佛了 不相信你试试看 你这样做 你手这样放 大地不会摇动的 因为你没有那个功德力 知道吗 你这样做做看 待会蚊子来了 打尸子一巴掌吧 对不对 你没有大地的功德力 你要有界定会功德力 所以释迦牟尼会说 大地作我的证明 为什么证明 注意听 佛讲了一段很感人的话 他在大正的华言经讲 他说你观三千大千世界的 每一块土地 这个也讲在法华经 每一寸土地 都是我舍身救度一切众生 而修来的功德 你看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会成佛 所以连大地一切的众生 都对佛很敬礼 每一块土地 都是释迦牟尼佛流血流泪 为了救度众生 而修来的功德力 佛法他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鼓励自己 再继续精进 好 再看下一段 横转无上唯妙法文 物四分二 己因片马 法因片马 己一法因片马 佛为了人